新北市政府公務局我公開填明你 你們今天跳出來給所有的媒體什麼資料 來給大家看 新北市長公務局給大家 非常惡劣的圖喔 他關鍵就是講民國68年 又73年 這兩個圖 說找不到賴清德的房子 當我去重新比對了 整個空測圖之後 我發現 85跟84 都存在 可是為什麼新北市政府 他給所有媒體的 告訴大家說不存在 他的這個圖 整個定位點往左移了 破案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新北市政府給的那個空測圖是往左移 移到那個樹林那邊去 他剛才沒有房子那邊 來 北市政府 套這個圖的公務員 我會把你送監察院 你這樣介入選舉太明顯了 納稅你的錢是跟你這樣搞的嗎 你今天發這什麼新聞 你告訴大家說 沒有這個房子 我是見鬼了 六十年有門牌 六十八年有空測圖 也有門牌 房屋就在這裡 誰就能這樣做的 你做的是給我道歉 你給我發澄清 選舉可以選成這樣 所以我今天這個東西我正式揭露 新北市政府把公務員 當成是打擊政敵的打手 連圖都可以惡意的套錯 包括新北市府今天說什麼 說沒有 賴清德老家就是違建 為什麼是違建 之前不是才說保留居住權嗎 現在又說你們就是寄存違建 那我又覺得為什麼要矮花他們的感覺 因為今天新北市地震局就說了 以空照圖來看 2003年的舊工地旁邊的興建建物 他說賴清德老家就是新蓋出來的 不是舊有的 就是後來才蓋的 這樣是給人家烏龍指控嗎 新北市政府那個套圖 完全完全套錯 完全套錯 事實上之前 靖總就已經有拿套圖給大家看過 其實第一個犯這個錯誤的人是黃國昌 當時就被曾偉珍在臉書上直接打臉說 你套圖根本套錯了 套圖是一個很專門的學問 照理說新北市政府地震局 不應該犯這樣的錯誤 但是因為我看了一下 現在地震局局長是汪李國 那我就一點都不意外 汪李國何許人也呢 他之前在侯友宜當選市長之前 他是新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的副局長 但是在更早之前 大家知道他在幹什麼嗎 他在臺北市擔任都發局的科長 那他有一個最赫赫有名的戰功 就是護航侯友宜的大群館 當時2018年 侯友宜第四選舉的時候 當時大家在討論大群館的時候 就是因為大群館在臺北市 是由臺北市主管 所以就是由汪李國帶頭在護航 侯友宜的大群館 認為說大群館沒有問題 但是後來這個事情被監察院糾正 因為監察院糾正說 你臺北市政府對於大群館的說明 前後兩次態度不一樣 說法完全不一樣 我出來講這樣的話 好像大家也不是那麼意外了 對 因為他就是 侯友宜的套一句 柯文哲兩話大家都懂 侯友宜養的什麼 隨便他 但是我覺得作為一個市府的公務員 你應該是秉公辦理 而不是說你拿一個 一大多數人看不懂的套圖 然後故意去套錯 然後去指控說 這2003年沒有 那為什麼 為什麼我們說這房子很早以前就存在 其實今天也把戶籍成本 拿出來給大家看 這個戶籍成本是無法造假的 大家看 發戶籍成本的日期是民國49年1月8號 上面寫得清清楚楚 戶長是誰 賴同好 就是賴清德的媽媽 然後呢 為什麼他要當戶長呢 因為賴曹金 大家底下住一個 莫 就是已經往生了 所以戶長是賴同好 然後我 其實大家都在看這個日期 其實我看到這個我蠻有感觸的 因為他職業叫煤礦坑外雜工 可能很多人不知道煤礦坑外雜工 是做什麼的 所有最骯髒沒有人要做的事情 就交給他來做 不管是 推炭 推炭車 掉在地上的那個雜煤 那個小小的 然後呢 不管是幫礦工洗衣服 或什麼 反正 大家可以想想看 在民國49年 那個年代 一個婦女 一個人養六個小孩 然後他是靠著做煤礦坑外雜工 再養活一家六口 你就知道他們家會有多辛苦 你了解這個背景 你知道當時他們家住的是什麼樣子 好 如果說戶證資料已經告訴你 有這間房子 而且他是戶長 然後請注意看 這個是因為他中間門牌編過好幾次 最早的門牌是中府里武林 然後後來最新的門牌 就是現在大家知道的 84號 84號 因為門牌編過嘛 武林 31號之二 然後後來最新編的是84號嘛 所以早期為什麼是31號 所以為什麼新北市政府說 我沒有 我沒有收到你繳房屋稅 因為門牌編訂過了嘛 你編訂過之後 你如果地方政府沒有發房屋稅單 那當事人當然不會繳 好 這件事情很重要 因為 那個喜歡鬼扯的邱毅 他又 他又猜在那邊鬼扯 他說什麼 來大家注意看這一段 他說呢 他的意思是說 賴清德的媽媽 他們家呢 是佔用國有地 對 意思是說 他去查了 中福路84號 原本是這個礦場的辦公 公司的辦公室 好 第一個 這個礦場 當時這個地 它並不是國有地 它是私人的地 那個私人礦主的地 再來 它底下的挖出來的煤礦 是國有的沒錯 但是地並不是國有的 第二件事情 如果 那我剛剛給大家看 護長叫賴同好 賴清德的媽媽 他是護長 那 又說 所以邱毅你是說 這礦場是賴清德他們家的嗎 因為只有 礦場的 他知道他們家的幹嘛做雜工 對 因為只有礦場的老闆 才可以當礦場辦公室的護長 對不對 或是說這個礦場的廠長 對不對 那如果說好 舉例你講得很好 如果是老闆 如果是經營階層 他為什麼要當雜工 他職業別為什麼登記到礦坑外雜工 所以晃哥你是說邱毅完全沒搞清楚狀況嗎 剛剛裡面寫了一句說 他住宅是在31號之二 並不是在84號 84號 84號是公司的辦公室 所以這一定是他侵占人家國有地 轉為私人土地 說賴清德不簡單 大家看 31號之二是之前的舊門牌 之前叫萬里香 中福 武林 中福村 中福村 武林 中福街 三十一號之二 後來重新門牌編過之後 萬里香 武林 中福 路 84號 所以是改了門牌 邱毅不知道 門牌重變 然後現在後來因為台北縣升格變新北市 對 所以現在變萬里區 中福里 中福路84號之一 所以這個邱毅你根本搞不清楚 這個 而且這個資料我告訴你 這資料不用市議員才可以調 這是公開資訊 我們的護證的資訊都可以調得到 所以邱毅你根本就是在打模糊仗 打汙桌仗 好 那給大家看看賴清德家裡面長什麼樣子 就長這樣子啊 我跟你講如果住過鄉下人就知道 鄉下很多套庭署都比這個大間 鄉下套庭署 青菜去都四五十八 這個住鄉下的人都知道 你不能用台北市的觀點 台北市能住三十坪算還可以 還不錯了 但是在鄉下地方 隨便蓋一間房子 一層樓的面積四五十坪 是很正常的事情吧 進去 這個 它是兩層樓 一樓進去呢 就是客廳 那因為媽媽當時年紀大行動不快 所以媽媽的房間在一樓 然後呢接著後面就是一個浴室 衛浴 然後飯廳 後面就是廚房 廚房後面有一個小陽台 就是這樣子 然後呢 這一張是沒有看到側面 大家如果有看側面 它的 應該是二樓有裝一台冷氣機 我今天還特別注意看 那台冷氣 還不是現在很多人選擇分離式冷氣 它還是很舊型的那種窗型冷氣 那你告訴我這個叫做豪宅 那不注意 我知道你房子很多間 隨便拿一間 來換 來換 你說這間豪宅 你說萬里大豪宅 不然你現在拿你一間 你最便宜的房子 跟他換 然後換來賴清德把你那間 換給他的房子拿去公益信託 你搬來這裡大 看你買沒有 好 所以我們請教冠廷 因為我覺得今天比較有趣的是 新北市府跳出來 其實他上禮拜就跳出來 那今天跳出來怎麼講呢 他說賴清德這個老家 就是2003年 興建的建物 他意思就是說 他是佔用人家土地啊 新蓋出來的啊 那剛剛那個晃哥 已經打臉秋意了嘛 就是你搞不清楚 這個戶籍資料的狀況嘛 那你現在呢 你怎麼看 因為現在新北市府 甚至還把這個空照圖啊 都拿出來啊 說你看你看 賴清德這個老家 就是額外 後面才蓋出來的 真的嗎 我先講結論喔 新北市政府的公務員 現在完全變成侯友宇 競選總部的同仁 前一陣子地政局長 被我們打臉 不管他是信託 跳出來 這邊罵幽靈房屋 今天是公務局 跳出來 公務局多惡劣 新北市政府公務局 我公開填明你 你們今天跳出來 給所有的媒體什麼資料 來給大家看 新北市政府公務局給大家 喔 非常惡劣的圖喔 上面寫說 國土策匯中心 跟航廁級搖廁分數 簡單來講這個圖講兩件事 因為國土匯測中心比較不清楚 我們看下面的航廁級搖廁分數 畫質比較好 簡單來講就是 民國68年開始 中幅84號的建築不存在 首先先講建軌了 剛剛換哥不就講了 我們先講 門牌號碼 新北市政府在 當時的台北縣政府 民國60年就給門牌號碼 中幅84號 跟隔壁的中幅85號 都在民國60年 就有這兩個門牌 所以第一個 有門牌怎麼可以沒方式 我百思不得及解 剛剛在上節目之前 我認真的比對了 新北市政府的航廁圖 我要先講結論 新北市政府的航廁圖 疑似 把其中一年的套匯圖 定位往左一 套在空地上 你確定耶 新北市政府給資料耶 我敢講我負責 來我們來看 我再給他看一下 這是新北市政府的圖 他關鍵就是講民國68年 又73年 這兩個圖 沒有房子 說找不到賴清德的房子 我先講68年 再來講73年 68年 我給大家看一下 當我去重新比對了 整個空測圖之後 我發現 85跟84 都存在 可是為什麼 新北市政府 他給所有媒體的 告訴大家說不存在 先設計的話 他心中 已經覺得不存在 實際上 他的這個圖 整個定位點 往左移了 破案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新北市政府給的那個空造圖 是往左移 移到那個樹林那邊去 對 他剛才沒有房子那邊 來 為什麼我講這個真相 因為新北市公務員 為了護航他們的侯友宜市長 打擊賴清德 我同樣的標準 我往下面看73年 73年一樣 8485都在 新北市政府的圖 沒有套錯 可是 為什麼新北市政府 告訴你說73年 84也是沒建築 我跟你講 新北市政府惡劣就惡劣在這裡 侯友宜你的新北市政府 他告訴你6873 都是建物不存在 可是73 很明顯他套的圖 是套對的 是存在的 我跟大家講為什麼好不好 他上面的84號 後來因為當時的李明又出來講 因為那幾年颱風 整個天花板已經被催爛了 所以看起來比較模糊 可是建物還是在 他68年 直接圖套錯 或者是 我講白了 你是惡意的 你是故意把整個圖往左移 嗯 我昨天正式打臉你 新北市政府 套這個圖的公務員 我會把你送監察院 你這樣介入選舉 太明顯了 納稅你的錢 是跟你這樣搞的嗎 你今天發這什麼新聞 你告訴大家說 沒有這個房子 我是見鬼了喔 60年有門牌 68年有空照圖 也有門牌 房屋就在這裡 房屋就在這裡 我去套就套得出來 你套就往左邊移 誰叫你這樣做的 你做的是給我道歉 你給我發澄清 選舉可以選成這樣喔 所以我今天這個東西 我正式揭露 新北市政府把公務員 當成是打擊政敵的打手 連圖都可以惡意的套錯 而他73年間諜行喜的 正好證明了 他的圖 68年是套錯的 而73年 因為天花板摧爛了 所以也才有 還有了後來的整修 你把那個68跟73對比一下 差了一格 整個完整一個 就是84號不見了 來我給大家看一下 如果依建築數量正確的 68年的 89 88 85 84 73年 89 88 85 84 結果新北市政府給的圖 68年的圖 89 88 85 84 84變到樹林裡了 對 你在搞什麼鬼啊 選舉我不要選成這樣嗎 我說那新北市府空軍 你逃不掉了 駐局長 這是不是你下令的 侯市長下令的 可以這樣搞嗎 好 所以呢你看 剛剛冠廷揭露了 拿出空拍圖資料 那剛剛冠廷也說了 難道新北市府 現在已經變成侯陣營的打手了嗎 到底多少人為了這場選戰 來幫侯友宜當打手呢 我們來看一下 包括徐曉星 因為自己要選舉嘛 衝到賴清的老家還拍照 甚至還擺出夜的微笑喔 苦林就說了 你看看曠灘的歷史 你這樣子不會招天前嗎 這個適合讓你打卡的地方嗎 所以請教一下佳凱 現在藍營是打到沒有一堆後嗎 那現在一個一個被打臉 是烏龍爆料嗎 其實我相信 我們還是相信公務機關 他們提供的事實跟佐證 等於說我們都知道 為什麼新北市府要跳出來解釋 因為這棟建築 我不會說他是豪宅 因為他二十九平 我絕對不會說他是豪宅 我不會用這種言論去修辱 當然打臉他剛好 他民眾黨色彩 全國民黨 我這樣很難接 國民黨也很多人跟進 我跟你說 等於說現在是什麼 我剛剛冠婷雖然說 因為我們身為議員或是立委 要去要這些圖的資料 我相信都很簡單 到底有沒有動過手腳 我相信到時候是什麼 就很清楚嘛 那我也尊重其他陣營 要去怎麼做 要去兼辦什麼都可以 但是我必須說一下 現在的問題是什麼 有一個門牌的科普知識 大家知道門牌嗎 過去的門牌跟現在的門牌 他可能都是84號 但他的位置可能不太一樣 因為門牌是做什麼用 在民政局這個系統裡面 門牌是作為通訊使用 他不是建立你合不合法 或是你防衛的位置所在 他是通訊使用的喔 所以如果假設今天依照 新北市公務局他的說法 不是 我的意思就是 那你們家門牌會 地址會改變嗎 位置會改變嗎 你們家門牌 不就是在門牌上面嗎 他可能有可能切割嘛 對不對 他可能八四中間接著八三 剛才講的有一點對 就門牌是做通訊使用 通訊使用 所以門牌不會定在空地上 對 他不是建 門牌一定不會定在空地上 那就不是幽靈房屋了 所以現在以現在84號 如果依照公務局的說法 他在90年還是空地 所以這個84號 他是90年之後生出來 但我覺得比較詭異的一點是 那時候假設賴清德當立委的時候 那時候台北縣長是誰 他90年假設他買下來新建 對不對 假設依照他們的說法 正確的話 假設誰說法正確 假設公務局提供了佐證事實的話 以前是空地 90年長出來新建的建築的話 那時候的台北縣長是蘇貞昌 那他們108年也寒送行政院長 那時候希望去做一個通盤人檢討 是法性嘛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這個賴清德老家 還是橫空長出來的意思嗎 依照公務局的說法 對嘛 但是那時候建築文物解決不了 台北縣長解決不了 行政院那時候也解決不了 直到今年的陳建仁他還出來說 我們應該給這些礦區 一個通盤性的檢討 但是我必須說 這棟所謂清真建築 跟旁邊的公寮的後代 他們既有那些建築公寮的後代 它是不一樣的狀況 因為它是新建的 跟那時候60幾年就存在 它是不一樣的事實 所以我今天是幫他 刻布一個小知識 那我還是尊重賴辦那邊的回應 好 我們大家也那麼熟了 但是我今天 我這次要講清楚 你知道84號跟85號兩張門牌 民國60年就在上面 如果照你講的是對的 就是公務局給你的資訊是對的 只有一種可能 門牌會飛 門牌長翅膀會飛 不然他就在那裡 門牌8485就在那裡 84號跟85號至少依現在的資訊 以前有沒有分割我不知道 60年就84號跟85號 上網查一查好不好 所以今天這事情最惡劣的是什麼 是新北市政府的公務員 受侯友宜的脅迫 無所不用其事變打手 第一個 地政局要不要道歉 地政局跳出來說幽靈房屋 哪一棟房子是幽靈房屋 有門牌的 你告訴我新北哪一棟房子 有門牌叫幽靈房屋 你到現在沒道歉 第二個 公務局明顯套錯圖 善意叫套錯圖 惡意叫變政治打手 我跟大家講為什麼這這麼嚴重 門牌會移動 家改剛才講嘛 門牌會移動 如果門牌會移動 為什麼隔壁的幾棟全部沒動 你定位點定位在89號 往左邊算 就抓到84號在哪裡了 這是鐵的事實 我跟你講話我負責 好